好 车子开车真的要小心 不止有超跑撞了定性坎 还要来看有休旅车直接 好惨撞进了超商 当时台中市57这家超商 在上午的时候突然被一辆休旅车 无预警完全 这样子莫名其妙地撞进来冲撞 玻璃碎满地 机台商品全部被撞到歪七扭八 门框也被撞凹 而且更波及停在一旁的机车 当时店员顾客吓得赶紧往后来退 老板无奈地说 一位女顾客宫称想要停车 进入停车阁 但疑似因为油门踩过了头 结果冲进来 把收银台的女店员吓得花容失色 算一算损失恐怕高达了二十多万元 至于能否继续营业 老板叹气说 只能看什么都没有坏的继续卖了 真的是非常无奈 接下来另外关心 网友破出了收到一张违规的红单 这个照片跟内容让他满头 都是黑人问号 为什么呢 他明明自己已经是执行车 还被开了一张 没有打转弯灯的拔单照片 很奇怪 他执行哪来的转弯呢 好 真的很无辜 这一单拔单照片你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汽车驾驶人 没有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 被民众检举开拔一千两百元 但问题来了 根本没有要转弯 好 这怎么回事呢 搞了乌龙吗 所以大家也引发了热议 热新网友是解释说 可能只是跨越车道线 你就必须要打号制灯 要看到虚线都要打 这个陷阱很多 认为现在这种随便抓 其实都有 花钱买经验咯 大家可能也把这个经验学起来 也要张大眼睛免得荷包 就缩水了 被检举了 吃了把单 当然同时还要来看看 小学生的造具 最近一向很有看头 但这个真的是蛮幽默了 这位妈妈PO出了孩子的造具练习 真的让他哭笑不得 其中这一项 这个短语练习造具 例句是看星星在夜空闪烁 但没想到原PO 儿子居然写下这样的造具 真的也是很天兵 他说看老师在台上碎碎念 两个字还写得特别的小 你看这个老师在台上碎碎念 那个碎念字超级无敌小 原PO那也表示说 真的是我生的嘛 没有办法 我的宝贝 好还开玩笑说 老师请你多揍几他 多揍他几下 就算我的好了 网友也很搞笑 大家留言 答题答得很认真啊 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嘛 真的是心造计天才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 他造得好不好呢 不过这样子大胆的 这样子写出来 老师看了也真的很傻眼 我当然还要再来关心的是 之前双十一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手刀啊 剁手足买了很多很多的包裹 告诉大家 各大电商在双十一期间 推出的超少优惠性了 消费者下单来抢购 不过有网友就说 他下单的商品 明明是一本笔记本 但取货之后 哇傻眼了 却是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您好 好亲爱的买家 很抱歉 因为恰封双十一 物流人力不够啊 导致货物没有办法 配合虾屁的试消息 您的货物我们已经确实准备好 也正要寄出当中 但再麻烦你稍待几天 还说这个空包不是诈骗 感谢您的耐心等候 纸条上强调不是诈骗 而他们这个买家 当然看了也是很傻眼 事后询问了卖家 对方也没有回复 到底是真诈骗还是假诈骗 这个让大家觉得傻傻分不清楚 过了不久 我们发现卖场的所有商品 居然都不见了 他急着赶快申请退款 到底后续怎么样 也有待来追踪了 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 真的也是很倒霉了 不过当然呢 还要来再看看 换个心情来关心 马上就要过年了 当然现在 先要过耶旦夹 先要过跨年 然后再来就过年 当然过年要吃得零嘴 荷包新人大家全部都缩水了 最近物价长成这个样子 离谱成这个样子 先告诉大家来看看 花生今年涨了三成 高雄知名的伴手礼 木轮花生糖 现在完全hold不住 12月1号开始 马上全部的品项 都要调账30元 花生糖250变成280 涨幅至少超过了一成 老板娘也很哀怨 她说 这样原物量涨得乱七八糟的 每个员工调薪快要1万元 只能够无奈决定涨 另外张艺服役悬蛋卷 也早在11月就调账5到10元 先带您来了解 碰上新人糖忙着切 柜台则不断有顾客上门 高雄知名伴手礼 木轮花生糖 每年过年前总是排长龙 今年掏客抢购价格 先找一波 脸书贴出公告 12月1号起 全部产品调涨30元 过年前调涨 业者归咎原物料涨得乱七八糟 都家里去 一家去旅行 一家人去 一万块 一涨就是30元 像花生糖一桶250变280 涨幅12% 最热卖的新人糖涨价后 一桶要价快400 涨幅进一成 有顾客吓一跳 不知道 不知道 会考虑买少一点 好事比较重要 竞争对手致名花生糖 坦言花生竞价成本涨近三成 选择先观望 继续苦撑 在过年前要涨价 客人的观感会很不好 所以我们就只能牺牲利润这样 同样创造排队骑警的 还有嘉义服役宣蛋卷 也率先在11月寒涨 热销商品家庭号蛋卷 160变170 全品项涨5到10块钱 农历春节必吃的零嘴伴手礼 撑不住成本暴增 出现涨价潮 小老百姓荷包跟着锁水 记者嘉义高雄综合报道